好 观众朋友插播最新现场消息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年代综合台因为广告化情节严重 因此撤销他们的营运执照 解除条件的讨论案 7月15号之后 他的执照是施级效率 所以应该怎么样 停止该频道的经营跟节目或广告的不送 好 这是NCC方面的宣布 不过呢 在预计待会下午三点半中 将会有年代电视台方面的最新回应 我们稍后也会立刻的插播 欢迎回来